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流程就这样走吧 非常快到下个礼拜 1月3号 民调就封关了 非常快 所以未来的一个礼拜 在1月3号之前 你还会看到五花八门 千奇百怪的民调 我们今天有意见调查 先来个意见调查 大家 阿智你的意见调查是在写什么 你的题目不对啊 好 哇 这个恍神恍大了 那个重弄重弄重弄 这个不行 等你弄好再说吧 你根本没有看阿 没关系啦 这个可能在忙 这个你的意见调查 大家要怎么投 好 这个是这样子啊 就是说前天礼拜六啊 你题目看到没 这个礼拜六 就前天啊 这个柯文哲在高雄一场 这个号称柯粉 韩粉跟郭粉的三粉的大会师啊 那 当然同一天 同一个时间 就是礼拜六 12月23号 在凯道 也有一场这个 这个大规模的这个 国民党的造势活动 同一天 一个在台北 一个在高雄 柯文哲在高雄 这个后宜在台北 那就引发到底 这个韩粉到底是支持谁这样子 那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 韩国瑜当然是参加台北那一场啊 他如果跑去柯文哲那一场 那事情就大条了 他人当然是在这个台北的凯道 亲自参加 而且上台致辞啊 这个韩国瑜还带了 这个韩粉的直播组去捧场 那这个 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但是还是有人会去做 认知作战跟操作啊 嘿 你改好了吗 还没改好 没关系 这反正就是说 这个 简单讲就是赵浩康他认为说 去参加柯文哲那一场的就是柯粉 好 这赵先 你知道赵浩康他 快人快语 他也他也不会跟你打麻糊眼的 他就他认为你去参加柯文哲的场子 那当然是柯粉啊 对不对 那你去参加赖清德的场子 当然就是赖粉 那还要讲嘛 好 所以赵浩康他的认定说 这个韩粉 就是来支持韩国瑜 好 那支持这个侯友宜 好 赵浩康 那赵浩康就认为说 那去柯文哲那一场的 那当然就是柯粉了 好 但是柯文哲的发言人呢 他不太高兴喔 他认为说这个没有民主素养 好 应该尊重这个选民的决定啊 什么就把赵浩康骂了一顿 那他认为说 韩粉呢 这个不是赵浩康说的算啊 所以我们今天的意见调查的题目是 到底韩粉是谁说的算 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题目 很巴热的题目啦 这是巴热的不得了 韩粉应该谁说的算呢 柯文哲的发言人说 到底谁是韩粉呢 不是赵浩康说的算 这一点我同意为什么 因为赵浩康有康粉啊 现在跟你讲话的就是康粉啊 我不是韩粉啊 我跟韩国瑜认识没几 见面没几次 我参加赵现在节目 从最早的新闻嗨歌到现在 已经超过20年了 20年有吗 接近20年了 他在那个 那个是 是卫视中文台吧 好多年了 我实在是老了 我抓得住你 你抓不住我 他那个时候很像是 下午录影啦 我记得是在光企社录影的 在光企社租那个摄影棚 录影 光企社在那个 统领的对面啦 明耀百货的 斜后面那里 那个光企社的摄影棚 我记得是在那边录 很多年了啦 这 赵浩康可以去定义 谁是康粉嘛 好那韩粉应该谁 谁来定义呢 这个应该是比较 嘿 好了阿姿那个先拿下来好了 先先给我那两张 凯道的画面好了 好不好 你这题目你也不看 你也大会 赵浩康说的算 那到底是什么 没头没尾的 来给我两张那个凯道的 主要是凯道的这一场啦 这个也会被这个 被被讲啦 好我们看这画面 这个晚上的画面就是12月23号 在那个凯道 这国民党的肇事晚会 那白天这张是今年的716 由这个馆长跟黄国昌啊 他们发起这个716 那个叫什么 居住正义跟司法正义啊 好馆长跟黄国昌 他们发动的这个游行 那馆长跟黄国昌那一场呢 其实科批有趣嘛 侯友宜有趣 连郭台铭也有趣啊 好 郭董那时候还兴致勃勃 他那时候还一直嚷嚷的说他要选 所以这个716那一场 当然他们三个没有同台啦 主办单位都会做那个 技术性的那个安排 就把故意把他们错开这样子 所以他们三个是没有同台 但是三个都有上台去演讲 侯友宜被虚很像就是这一场 他那时候不知道讲什么 反正就是漏漏漏等啊 台下的磕粉 因为其实 虽然说是馆长跟黄国昌办的场子 其实里面都是磕粉比较多啊 支持科批的比较多嘛 啊好的说得漏漏等啊 人家都下台 好没有关系啦 那这两张的共同点在哪里呢 就是警服门围不起来啊 好在这两张画面的左下角那个 那个 那个 这是我们台北市的这个古迹 警服门 那他就在这个凯道的圆环上面 我们历来凯道的集会游行 都是以警服门做一个计算的标准啊 好这个跟谁办活动没有关系 因为像馆长黄国昌他们办的时候 那时候为什么会有这张自在画面 就是那时候就拍嘛 这个应该是从那个 这可能是从张荣发基金会那边 就是以前国民党的中央党部那边 由上网下拍 但警服门是围不起来的 还是台大医院 台大医院 台大医院角度应该没那么 应该会更斜一点 这个可能是张荣发基金会的角度比较像 嘿 就是以前的国民党中央党部 这个有上网下拍这个 但警服门是围不起来的 那在警服门围不起来的前提之下 这个716就是你看到白天这一场呢 警方的估算是2万到2万5啦 好因为其实这个制高点我们都会有 台北市警察局的那个总局的那个 那个民房科跟保房科啊 他们都会派人在上面 嘿这个就是民房跟保房的这个 他们的例行任务啊 他们会在各个制高点还有那个台下有没有 就是管长他们密密麻麻里面 那里面也都有便衣的警察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啦 他们也不会告诉你我是警察 他不会告诉你 他就埋伏在里面这样子 那以前我们警方都会去推估 集会游行的人数 但是后来被骂啊 因为各个主办单位都没封度嘛 就说啊你你你的算法不对啦 你你你低估我低估我的参加 你你你你这个触我眉头什么的 后来台北市警察局就撅起来 他就不敢公布了 其实他们都还是有在看 然后依照警方他们的算法 他是有公式 一个平方公尺占多少人 他是有一个公式去推算 然后树底下有多少人 那个都算得出来的啦 所以这一场白天这场 他们估是2万到2万5啦 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管长跟黄国昌这一场是用占的 他现场是没有白椅子的 这个凯道这一场是因为可能下雨啦 比较冷 好礼拜六台北很冷啊 冷到叉叉 也不是只有礼拜六人 这几天都很冷 这一个礼拜以来 应该是全台湾各地都都很冷才对啦 这大家都冷到这个不行 所以大家注意保暖是这样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是礼拜六台北还下雨 台北市啊 所以你看到凯道那个现场 很多台下的群众要嘛就穿雨衣 要嘛就撑雨伞 那漏后啊 好那个你不撑伞是绝对被淋湿的啦 好 然后所以你看那个那个 館长那一场是 那时候很热啊 716那时候热得不得了喔 啊 所以如果你白椅子的话人会更少啊 这样大家 没有白椅子 这个位置大概是2万到2万5啦 那你有白椅子的话人只会少 不会多啦 啊 所以你说国民党喊8万喔 这是一定没有8万的啦 这看你知道没有8万 你你你觉得有8万那他们很感动啊 我看去参加的国民党的每个都感动的不得了 什么主持人洪梦凯要什么7点观察啊 什么 哈哈哈哈 我看了哈哈大笑 没关系啦 你这款活动就是你你欢喜就好啊 你要喊20万也是可以啊 那我们现场现在20万啊 然后台下就 那个气底喇叭就就按起来了 叭 20万喔 不得了怪怪20万 哪来的20万 那国民党喊8万 国民党这喊 我相信国民党的主办单位 他现场一看 因为你连警服门都围不起来 就知道多少人啊 他们直接在办活动的人办那么多场的看来 这样看还不知道 但是 没有关系 隔天后我们要准备进广告了 我告诉你 19天之后是看选票 不是看人 北里晚餐 我是 沈徽文 那新的已经丢出来了嘛 我们现在可以可以投票了嘛 好 欸来来来 今天意见调查题目非常的巴热 欸符合我个人的风格啦 巴热的风格 柯文哲的发言人说 谁才是真正的韩粉啊 也不会是赵超康说的算 那请问啊 你认为韩粉应该由谁来定义 好 那我们有安排的四个选项 这个欢迎大家来参加 这个意见调查 我就跟你讲是巴热 那柯文兄你 你怎么出那么巴热的题目 我跟你讲啊 与其谈待疲聊 不如来谈这种巴热的题目 还比较带劲啊 好不好 你要谈待疲聊 各台都在谈啊 我谈待疲聊 我也不会输他们啊 那谈他干嘛呢 我刚就跟韦翰讲 我说 我们就算19天 我说 你跟游淑会都很认真 19天之后 没有人在谈待疲聊了啦 Trust me You can make it 19天之后 谁在谈耐疲聊 我随便你 不会有人在谈 开票的 谁在跟你谈耐疲聊 那是一个过程啊 好不好 那既然耐疲聊 那么巴热 我们也要巴热一下啊 我们巴热是不能输别人的 来来来 柯文哲发言人说 谁才是真正的韩粉 也不会是赵上康说的算 请问你认为韩粉 应该由谁来定义 第一个 柯文哲 柯文哲来定义韩粉 第二个 所谓的挺韩直播主 还有挺韩直播主 第三 由赵少康来定义韩粉 第四啊 韩国语 好我们总共有四个选项 柯文哲 挺韩直播主 赵少康 还有韩国语 我们四个选项 你觉得韩粉应该由谁来定义 好不好 这题目很巴热吧 这是巴热 好就是特别安排的这个 这个巴热的题目 好来送给大家 请大家赶快 赶快 老顶就老咖 阿公小阿妈 大家来投票 这个意见调查 猪鼻的 猪鼻猪鼻 在这种叉叉的选战 因为这个选战打到现在 其实我都喜欢拿四年前八年前 从1996我自己跑新闻 看了这么多的选举 看的实在是 你说台湾有进步 会好也没完 对 来 这个 阿智我们再回那个两张警服们 好所以我刚进广之前跟大家讲 19天之后是比选票 不是比赵市场合人多 最近柯文哲办了几场陆军的这个 就是群众的集会 他也很获得振奋 我个人是认为说是柯文哲 比较少看这种群众的场子 我相信韩市长看了自己心里一定有数 因为对这种群众场 最有经验的是韩国语 那真正在拍张的时候 不是这样子 这怎么会是这样子 这说就这样 那眼睛就买买了 当然我不是要去笑柯文哲 或是笑侯鼻 因为真正的造势不是这样子 阿智你这张给我全荧幕好了 就一整张好了 好不好 全荧幕把它秀一下 就是你要看警服门 我就给你看警服门 这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太多次的集会游行在那边办了 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很 因为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你这边办人多人少 这一目了然啊 对不对 就为什么柯文哲他抢到那个凯道的路权 就是投票那一天 投票前一天啊 他抢到路权 然后这个民进党的台北市党部主委会去笑他 那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不容易啊 有办过活动就知道不容易 你现在看到画面上这是 2019年的6月1号 2019年的6月1号 这个就是警服门啊 中间这个绿色那个就是警服门啊 好 啊你看现场都是红红红的 这个就是当年的韩粉啊 这是韩国瑜在参加国民党党内出现第一场的 这个大造势啊 好 这地点就在凯道啊 2019年的6月1号下午啊 就这样啊 这个就是把警服门围起来啊 而且他不是把警服门围起来以 从你这画面的左边 往左边走就是那个国图 国家图书馆 再往前一点点就是中正纪念堂啊 他会外溢到中正纪念堂 好 那在画面的右边 他在往中山南路再往北走 那就是到台大医院 到教育部到立法院 他会外溢的 好 那警服门往南 就是信义路啊 信义路 信义路就是中正纪念堂的另外一侧 好 那信义路过去就是杭州南路嘛 这个就我们跑那种集会游行的 这个太熟悉了 那你要把警服门围起来 你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个人数 这个初估 至少在我看这个应该是 就是画面上了 没有看到外溢的话 就是溢到旁边 只看画面上的 我认为了 我认为大概八万左右 因为画面没看到的我不能讲啊 我说你现在看到这个你要把它围成这样子的话 应该有八万 那如果说你主办单位看到警服门围起来 如果我是主办单位的主持人 我在台上看到警服门围这样 我一定喊二十万 呵呵呵呵 如果我我给他卖窟 我一定给你画二十万 我们现场一定超过二十万啊 巴 大家都 这个画到底画二十万 这个你要把它围起来不容易啊 你要把警服门围的这样子水泄不通 不容易啊 好吧 所以围一半的话大概就是两万两万五嘛 那你要把它围满 你那个那个是圆环耶 你知道吗 那个是 那个应该是四线道还是六线 那很大的圆环啊 你要把它填满不容易 你很简单你去办活动看看 你看以馆长跟黄国昌的那个流量啊 馆长有百万的馆粉 黄国昌国昌老师 一则影片都是几十万人次在点阅的 他们两个号召加上柯粉 上街 居住正义 司法正义 骂民进党 柯P参加 侯友宜参加 郭台铭也参加 也才两万多人啊 今年的七月十六啊 对不对 所以你说办活动很简单吗 很难啊 要老人更简单啊 你老看看 你也可以去租啊 你去抢路权 你去办活动 通常我跟你讲 通常我们在凯道办的活动 警服门是可以通车的 你知道吗 就是一般的 团体租凯道的路权 警服门是不会围起来的 为什么 因为他人没那么多嘛 对不对 他人没那么多 但是外交部 你现在看到那个画面的左上 左上方那 那个建筑 有没有 那个就是外交部啊 在警服门的上面那一栋 很大栋那一栋 那个就是外交部 那个人没那么多 警服门根本不用围起来的 这样大家理解嘛 一般社运团体 或是一般的团体 他们在凯道办活动 警服门的那个圆环 是可以继续的 因为那边车流量 其实蛮大的 好大的圆环嘛 所以 你说这样 来阿智我们再回到那两张 谢谢 我们再回到那两张 所以你看那个活动 我再度强调 国民党那样活动的坚定就是 下雨 而且非常的冷 而且是礼拜六晚上 好你选这个时间点办活动 很冷 好 很冷 然后大家又下雨 然后又 你又是礼拜六 很多人出去玩啊 或什么的 你要大家 那个去的都是铁粉啊 那一场去 就礼拜六你会跑去参加国民党 那个 那个都不用拉票 那一定投猴后雨的 那还要问吗 对不对 那你说那天去高雄支持柯P的 他们投谁 他们一定投柯P的 不然难道他们投赖清德吗 这还要问吗 所以你去参加柯文哲的场子 去 跑去高雄参加这活动 不管你人在高雄 或是全国各县市 你敢去支持柯P的 那你一定是柯P的票吗 对不对 那像那一天在这个凯道 这个韩国瑜说 特别感谢有高雄的乡亲 这个捧场 这个自己出钱 合资找那个游览车上来 那都要花钱 对不对 因为不像 不像我们住在台北的 有捷运啦 公车啦 这个四通八道 而且在凯道这个位置 这个公车非常的便利 中正纪念堂台大医院 都可以下车 你从中正纪念堂的捷运站走出来 或是台大医院的捷运站走出来 走不到五分钟就到警服门啊 那很近啊 那你说其他的像高雄的 高雄虽然也有捷运 可是高雄的捷运 远远没有台北这么的绵密 跟便利 那人口也没那么多 高雄就两百来万人 那你台北加台北县 新北市四百万 台北市两百多万 你北北基讨加起来 就七八百万啊 桃源也两百万啊 对不对 你这个人数比较 所以我说 他们没有把警服门围起来 这个我相信国民党的 这个办活动的人 自己点击在心头 现场很热 那是因为铁粉在支持啊 但是 围不起警服门 这么冷 就是你的群众的那个 所以我说选举很冷啊 这原因在这里 那你说高雄那一场 我也有看 你说那个人多不多 就你看过韩流肇事的人 像我啦 王浅秋啦 这个黄伟翰啊 我们看过韩国瑜肇事的人 高雄那一场人哪有多 那个人不能叫多啦 有人出来支持柯P是真的 但是人有很多吗 其实不多啦 你说活动成功吗 我会说那个活动是成功的 那你说有比当年韩国瑜的 韩粉人海多吗 就显然是没有嘛 但你看四年前韩国瑜的哪一场造势突出了 没有一场是突出了 大家没离开嘛 消停嘛 每一场都爆满 每张都百张啊 那你百张你票开不出来就没效了 你听到没有 票开不出来啊 那这给我那个下一张 那两张那个韩国瑜的那个呢 你票开不出来没用啊 他选举不是比 不是比人多的啊 那第二标准 对好 谢谢 你看这个场子 我就跟你讲说这个认知作战的可怕 你看左边那一张 韩国瑜低头那一张 说好意啊 不跟韩国瑜握手 好啊 这夭壽骨 这不跟他沾到不行 不太好啊 这你信吗 人家画面会剪接啊 这我不去讲特定的直播组 或是支持哪个候选人的人做 但我觉得这种是1450的水准 什么叫做1450 我跟你讲 各政党都有1450的这种 这种货色 什么意思呢 所谓的1450 他就是拿钱办事嘛 对不对 网军嘛 拿钱办事 然后去栽赃 移花接木 罗资 构陷 断章取义 认知作战去骗你 那个叫做1450 那为什么在一个这么简单的造势场合 韩国瑜都去站台了 为什么要这种讲说 侯友宜不跟韩国瑜 去握手 讲的跟真的一样 我刚跟王浅秋讲 我说我看 因为我是我 浅秋的新闻 我是这两天我就休息嘛 我坦白讲我也没在关注 我就 我没有要上电视 我也没有要开直播 我广播这边休息 我基本上我就放空了 我看到网友留言说 王浅秋号召寒粉去高雄 我说哈 我刚才跟他讲说 你号召寒粉去高雄 你是对不对 韩国瑜人在凯道尼 号召寒粉去高雄 怎么可能啊 因为韩国瑜在当高雄市长的时候 他的新闻局长是王浅秋啊 王浅秋是他的学生啊 是韩国瑜的学生 他们交情不是两三年 他们是二三十年前的交情 王浅秋当学生的时候 韩国瑜是他的老师啊 那这样大家了解吗 他有教过王浅秋 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 他们是这个交情 是这样的几十年的交情 那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说 韩国瑜在台北参加活动 然后支持后尼 那王浅秋号召韩本说 我们去高雄 你也好的 这怎么可能 那个都是假的啊 但是我现在是要告诉大家说 当1450猖獗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各位聊天室的朋友 你在我的非得晚餐聊天室 你就要自己去ban那些人啊 那些来带风向的 来那边洗板的 我跟阿智无力顾及那些人 你就自己去 你可以自己封锁啊 因为我我我无空 无暇去管那些人啊 就你可以想象说 在最后的十几天 我们民调是1月3号封关 但是1450是不封关的 1450一路跟你干到1月10 甚至投票当天他还继续恶搞啊 对不对 1450的特性 他就拿钱办 是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哈 你叫我攻击谁哈 要骂他什么 好 他就开始干了 你看到 之前被抓到的那些网军 不都是这样子吗 那现在的网军操作什么 吼 侯友宜不跟韩国瑜握手 吼 忠目睽睽 那老天韩国瑜帮他站台 那真夭壮 侯友宜一个箭步上台 就去跟蒋万万握手 把韩国瑜晾在那里 哇韩国瑜好可怜哦 哇 这个侯友宜不跟他握手 朱立伦也不跟他握手 你看我画面的右边啊 这个画面哈 是从舞台往下面拍的 由上往下拍的 侯友宜跟朱立伦上台 第一个找谁 哇 找韩国瑜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韩国瑜站的位置跟另外一张不一样 韩国瑜 因为本来 韩国瑜是我讲句比较实在的 韩国瑜是帮他们暖场的啦 前面暖场的谁 有马英九 王院长 王金平啊 韩国瑜 他们是前半场 你知道吗 这些大咖是帮他们暖场 后面是谁 后面就是朱嘛 赵少康 侯友宜压走嘛 一定是母鸡压走嘛 所以韩国瑜很早就上场了 因为你们是暖场的嘛 所以你看韩国瑜站的位置 他站的位置跟后来 这个蒋万安 蒋万安是站在另外一边啦 这样大家理解嘛 他位置是有挪动的啊 你有去看影片就知道啦 我是来看这个 我是来看看 因为我看到这新闻 我就觉得很无聊 说 你想也知道 怎么可能他不跟韩国瑜握手 他是不分区第一名 他全国各县是这样子 帮你卖力的浮悬 他还帮你暖场 前面韩国瑜在那儿 好几十个挺韩的直播主啊 很多都是我认识 像抢抢棍啊 杏仁哥啊 熊海玲 熊海玲 大家知道吧 以前那个那个艺人啊 现在他们都叫他熊姐啦 熊海玲 熊海玲是跟小燕姐 他们那个年代的 好 当然他看到小燕姐也得叫先生姐 熊姐对不对 你看到小燕姐 你不用 我现在演艺圈 哪一个看到张小燕 不用叫他一句小燕姐 这个综艺教母不是叫假的啦 好然后那个高军军啊 军军他们最 百分之九十九的挺韩直播主 都去了啦 就是他们就直接到凯道跟韩国瑜会合啊 那韩国瑜自食的时候也有讲啊 就说啊 谢谢这么多直播主 他本来要他们上台的啦 但是因为那个台上 站了一大堆不分区跟县市长什么的 场面比较乱啊 所以他们就坐在台下 帮韩国瑜加油 我们先进广告来 非得晚餐 我是陈辉文 天飞我们今天有非常巴勒 当然是要来骂人的这个意见调查 好请你参加我们的意见调查 这个你自己想答什么就答什么 你这没有标准答案啦 柯文哲的发言人说哈 这个谁才是真正的韩粉 也不会是赵少康说的算 请问你认为韩粉应该由谁来定义哈 柯文哲这是第一个选项 第二个所谓的挺韩直播主 第三赵少康 第四啊韩国瑜 好那我刚讲说百分之九十九的 当年支持韩国瑜的这个直播主 当天都到都到凯道去秀庭啦 好当然不是巧合啊 是约好的 你如果说哎 霍运兄刚好那么巧他们都在 你嘛好了 这种东西没有巧合的 这个是set好的啦 就是说高峻峻 强强棍那些我的老朋友 他们是应该是有人联络 然后他们就直接约好 他们都不在台北啊 他们大部分都不在台北啊 他们很多人大本营 熊姐应该在台北吧 可是杏仁哥跟强强棍 他们大本营都在高雄啊 那都拼起来啦 你也好了 好所以他们是刻意北上 去支持给韩国瑜占星啦 好所以其实很简单啦 我们就说12月23号是一个分水岭嘛 你在高雄的我认为你就是支持柯P嘛 这我们也都尊重啊 你在台北的你就是支持侯友宇跟韩国瑜嘛 好就这么简单 这也没什么好生气的啊 好但是我觉得做假新闻 那个是比较恶劣 来阿智给我那个影片那个来 我们来播一段这个影片 来那个第三标 谢谢 这影片我播个声音给大家听一下 因为这个 这个影片来 等我一下 影片来 我们的政党票 怎么去向我们选民展现出 与民众党的不同 总统部分是蓝白就是登山 那至于政党票部分 我想大家把自己的一个政党的信念 展现出来 结果就交给选民来决定 我对政党票的呼吁 我是国民党一份子 我当然希望大家政党票都投民党 但是呢不论如何 只要不投民进党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政党票的选择 我有一点点不像看法 我是比较务实主义者 现在各个政党力量分散 以至于我们在立法院 所有在野党加起来不到三的之一 民进党一党不大 国家贪污死败 甚至逃花四期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野党一定要集中力量 否则在野党力量分散 各行歧视 那结果呢 民进党他就很高兴 因为大家力量分散 他还是一党不大 剩下十九天里面 国民党一定要集中 支持国民党 好 这我们画面就让他跑好了 好 谢谢 这个 这个就是 忠实新闻网的小编 因为我也管不到他 他就很喜欢放那个 莫名其妙的配乐 放那个音效 其实我们做 不管是做直播或是做 像这个是短片 short这个短片 新闻最关键的是nature song 什么叫nature song 像刚刚卢秀燕跟罗志强 那个叫by 他们讲话 那个叫by nature song 就是现场的声音 就是受访者的by 跟nature song 这样就好了 不要做任何的音效跟配乐 那是250才会做的事情 外行的才会去上那东西 你上东西没有意义啊 你又不是在拍那种什么 综艺节目或什么的 你是新闻频道 你是做新闻影片的呈现 你就录罗志强跟卢秀燕讲的话就好了 不要做任何的特效 那没拆钢啊 那个叫无聊啊 讲也讲不听 我就放弃了 你就继续 那我没办法删掉啊 我的技术方面 我只能把它录下来 好 没有关系 这是这个插曲 就你看到罗志强跟卢秀燕 两个截然不同的那个 我听罗志强讲 总统票是蓝白各自登山 讲这比较有点废话 罗志强 你是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 总统票不是蓝白各自登山 总统票是你有这个职责 叫大家投给侯友义啊 我是评论员 我是无党籍的 我可以叫大家各自登山 你没有资格讲这个话啊 罗志强如果你要在政治的路走远一点 你要改变你的个性啊 你这个个性走不远了啦 什么叫做总统票还各自登山 你讲的什么插话啊 总统票你是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 你当然要叫大家投给侯友义啊 不然呢 难道还投柯文哲 难道还投赖清德吗 什么叫做蓝白各自登山 你不是名嘴 你是立委候选人 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角色定位是什么 你如果今天跟我一样 你是个评论员 你无党无派 你要讲什么 大家比较没意见 你是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 你怎么可以讲说总统票各自登山呢 你讲说政党票 你说你是国民党的一份子 当然希望大家投给国民党 这没有错 那你后面讲那是什么意思呢 只要不投民进党就可以嘛 对不对 阿智你那个重投一下 你那个画面调一下 我再播一遍给大家听 想说你到底在讲什么呢 好了吗 好来 国民党的政党票 要怎么去向我们选民展现出 与民众的不同 总统部分是蓝白各自登山 那至于政党票的部分 我想大家把自己的一个政党的信任 展现出来 结果就交给选民来决定 我对于政党票的呼吁 我是国民党一份子 我当然希望大家政党票都投民党 但是呢 不论如何 只要不投民进党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政党票的选择 我有一点点不一样看法 我是比较务实主义者 现在各个政党力量分散 以至于我们在立法院 所有在一党加持来不到三分之一 民进党一党不大 国家贪污死败 甚至逃发四期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野党一定要集中力量 否则在野党力量分散 各行歧视 那结果呢 民进党他就很高兴 因为大家力量分散 他还是一党不大 剩下十九天里面 我们一定要集中 支持国民党 好 这个 那个卢市长讲说三分之一是有了 国民党 在野党加起来的是有三分之一多一点点 但是主要是国民党的立院党团没有站立 好 最最软趴趴的就是讲完 现在在当台北市长 叫他调个合约他调不出来 他还是未还的召集人 召伟 调合约他调不出来 他还在美国当律师 我也不知道在干嘛 所以国民党 国民党是有人 因为卢秀燕以前是立委 所以国民党立院党团有三十八个 加上民众党有五个 时代力量有三个 在野党加起来是有三分之一没有错 但是有些像时代力量 他就比较像小绿 好 这是比较可惜的 民众党民众党他的立场 我们也尊重 是国民党自己没有把战力发挥出来 那阿兹给我那张表 那个选票那个空白那张表 那罗志祥讲的什么 什么选民决定啊 什么只要不投民进党就好 来来来 我给大家看这个是 大安区的立委的登记 来来来 那明显抽签了啦 这是浩次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第六选区就是大安区的立委 这个候选人 有五个 有五位 对不起 一号是制度救世岛的张雪清 对不起不认识 第二位是社民党的苗伯雅 第三是台湾双语无法党的崔建章 抱歉也不认识 第四位是抽到四号的是国民党的罗志强 五号是台湾维新的朱 朱毅明吧 那你应该念义吧 不好意思 朱毅明 有五位 大安区有五位立委 那个中正万华有十个 中正万华跟大家都去 大家跑去抽奖一样有十个人 中正万华是 这个台北市八个选区面候选人觉得有十个人 只有一个会当选 大安区有五个人 当然只有一个会当选 那我请问大家 大安区的五个 张雪清 苗博雅 崔建章 罗志强 朱毅明 我跟你讲这五个都不是民进党的 民进党只在这一区是里张苗博雅 那罗志强我就用哪里的话来赌你啊 那反正这一区都没有民进党的 我们就随便投就好了 他说只要不投民进党就好了 政党票只要不投民进党就好了 那卢学院在讲他在旁边嘻嘻哈哈的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跟你讲罗志强观念很偏差 他之前为什么被金小刀骂 罗志强讲什么 只要能够政党轮替 是首要目标 他没有坚持要国民党的总统 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影当然是最好 但他没有坚持啊 所以他跟陈长文的是政党轮替大联盟 只要政党轮替就好了 柯文哲拉下赖清德也是政党轮替啊 不见得要侯仪拉下来 只要是能够把赖清德把民进党拉下来的 都是政党轮替都算了 他的力 所以他民众党他讲说只要不投民进党就好了 我因为我也认识罗志强 我也不想讲的太那个 我只是跟你讲说 你这样子跟民众党跟柯文哲献媚示好 真的有用吗 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那阿智那个切切那个给我们 来来来 对这个就正常 刚刚不是阿智漏掉那个字 是YT把那个字吃掉了 有点误会阿智不好意思 不是阿智的问题 是系统的问题 好 柯文哲的发言人说 谁才是真正的韩粉 也不会是赵浩康说的算 请问 你认为韩粉应该由谁来定义 谢谢1069的朋友来参加我们的意见调查 认为由赵浩康定义的5% 认为由柯文哲来定义的是10% 认为由挺韩直播主定义的是11% 认为由韩国瑜来定义韩粉的是72% 来来来来 我要跟这些网友来 这个交手一下 为什么韩粉是由赵浩康来定义呢 还是你跟我讲说 霍文兄我就是来乱的啊 我就是投赵浩康怎么样 我就是来呛你的啊 我就知道你会怎样 你在骂人呢 我就是要投赵浩康啊 由赵浩康来定义韩粉 我不晓得你的逻辑是什么 由柯文哲来定义韩粉 柯文哲当时去定义柯粉啊 你怎么好玩呢 对不对 柯文哲把柯粉管好就不得了了 柯文哲来定义韩粉 你不好笑吗 好 好 最可悲的是这个 挺韩的直播主来定义韩粉 你到底是你 你到底是你想什么 就我跟你讲 我为什么故意做这种八的二题 我中午直播就玩过一次了 我中午直播也是一堆人投什么挺韩直播主 投赵少康投 我记得我是20%还是21% 我看一下我的这个中午的投票结果 我快昏倒了 同样的题目 差不多啦 我中午的是韩国瑜71% 这边72%差不多 柯文哲10% 挺韩直播主10% 赵浩康7% 我讲 这网络就是投票啊 这一件调查 这不是民调 你要投谁就投谁 我也管不着 你又不知道你是谁啊 我就是来乱的啊 不行吗 我一边听你在那边五四三 一边忍受你 还要参加你的投票很辛苦啊 我不晓得你为什么要虐待你自己呢 你看我不顺眼 觉得我讲的很烂 你还每天来 我就不好意思 来给我最后一标 然后那个最后那两张 来来来来 我们快快快 那个时间快差不多 好 这个 对啊 是不是决战中台湾啊 来 阿志给我另外那个卢秀燕那一标 最后一个标 我心里给你的那个标 这是卢秀燕说 最接近胜利的一次啊 最近的一次啊 我我当人同意卢市长讲的这个话 他是内行的啊 他在操盘他怎么会不知道 好 这是最接近的一次 19天之后 我们看选票怎么决定 好不好 明天见拜拜 谢谢 就爱电影 UFO 啊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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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